今天呢就是要玩僵尸上頂級喔 那僵尸呢跟大家講怎麼玩 僵尸是每一天晚上都可以感染 0到2位 那怎麼贏呢 就是第一個條件是僵尸必須在場上 第二個呢是 僵尸就可以單獨獲勝 因為僵尸是第三陣營 那感染者呢在每一天晚上 都可以互相彼此認識 所以會知道 誰是感染者 那我們的繩子的部分呢 就是玉岩家女巫跟獵人 女巫呢是全神不能自救 狼呢是黑狼王跟兩手狼 黑狼王呢是自爆不能帶人喔 如果沒問題的話 請確認角色審判 好啊 對 是 起序第一人 現在開始競選警長 要候選人請起序第一人 天亮要起序第一人 請抽警長證件發表順序 好好看 好好看 小線 九號 發表證件 七號查啥 為什麼查七號 是因為我剛剛本來想要六七選頁 是因為孫生 因為孫生她的那個玩法比較是 她有時候會 搞不清楚一些邏輯BUG 然後講錯 很容易變扛頭 我本來想查孫生 然後後來想說 可是她很久沒來 就久久來一次 拉完一下好了 所以我想說 柯彭宇我也很久沒查過 加上我剛剛前面銘牌 她沒有跟我對導演 那我覺得她的表情 有點為演戲掛的那種感覺 所以想說沒關係 來就查查看一個柯彭宇 就是查啥 我是那種沒有想太多的去查 不是吵著說 我覺得她一定是狼去查 就想說沒關係 表情好像有點怪 看看好了 七號查啥 傻眼 然後對一跳就是 熊毛巾 怎麼辦我掛 太掛了吧 那我一定先出我的 七號查啥 然後因為她可能告去 黑狼王 所以就這樣囉 然後前面銘牌 因為大家都在面面相聚 所以我幾乎都是看到 大家的後腦少這樣子 這邊只看到一點點的臉 然後只有我跟豆豆是有 真的笑出來的那種感覺 然後本來想說 豆豆這個笑真的有點Gap不到 因為通常在概率裡面 我們這種 免貼笑的 感覺比較像是 我們兩個都是好人真演的感覺 然後想說 不確定好想查喔 可是為什麼我會到六七次 因為我覺得 每次都是我跟你在那邊 互查互查 可能觀眾也會看你 所以我想說 好啦 來一點新的啦 我是覺得 名牌偏向好 你不要在那邊說 我已經把我好怪 對 還是要聽發言 我只是覺得她那個 那個勉腆笑感覺比較像 我們兩個以前是好人真演的時候 我勉腆笑 所以沒往她那邊走 往六七 然後最後選擇了七 不能查那個查到位傻眼 那就是初七 許謀俊氣冠軍 我也不知道我跳不太好過啦 不是 真的 不是這樣啦 我是真的 曾圓家過 OK 我先抱財了 我查九號 沒事 我忘記一些傷 我查九號 九號查他 這麼剛好 對 然後我先講一下 我剛剛敏牌的時候 其實我剛剛比較 比較凝重一點 我想要 因為我看到 玉琳家很久沒當玉琳家 然後我本來是想說 一號 十號 這兩張牌是驗的 對 然後 但是我後來在 我正到驗人的時候 我看了滿久一段時間 然後我決定驗九號 是因為 九號的夜掛不好 所以我選擇驗九號 對 然後也驗到 剛好九號就是查殺 那他為什麼要發這個七查殺呢 我有點不曉得 隔壁不確定 但我會想要因此 把這個 然後十號牌 錄我第二個警匯流這樣子 然後九號查殺 這個很簡單 就這樣 過了 好難喔 哇 這個 請大家進行投票 這個 3 2 1 請投票 斷投票 九號 當選的名獎 謝謝 幫我對不起 公布昨晚結果喔 昨晚是你們的意義 你投誰喔 好喔 金座 我 對 10號 開始翻 你不讓你的吃先拍上飯 那不是查殺嗎 對啊 你往這邊那等一下 大家發言完了剩兩個 然後他如果跳一個什麼聲 那怎麼辦 大家怎麼出得動他 黃偉晉喔 好怪喔 剛剛 我是因為你這演技爆童 我們才信你一次耶 就差我這一票 我如果錯了就是背鍋了 你現在這個 這個發言順序我很不滿意 再加上 你沒有留錦輝流 因為他後來講完 然後他沒有留錦輝流之後 然後就有人提醒他 說錦輝流 然後他就在那邊演一個 然後他就亂忘記 好像很真誠 然後就 有點想要相信他 再加上二號牌 可能發言沒有 這個九號這麼飽滿 什麼 我最後我還是上票給一集酒 但我覺得 沒有 你被感染了是不是 你被感染了 你被感染了 對 保重... 他有兩點讓我很不滿意 但我可能被你的一些 情緒影響 那種真誠的感覺 但名牌的時候超好笑 名牌的時候我就先看別人 然後再看到這邊 他可能用一種那種 寫真男性的表情 真的 他嘴巴微髒這樣 這一定是男性嘛 你這樣看我幹嘛啊 就是那種很妩媚 然後就是笑出來 對 就是這種 嘴巴微髒 好啦 我不是老 但是我對妳真的有點不滿意 我會再聽一次二九的發言 再做決定 因為有一點難 真的有一點難 然後二號希望我們可以再聊 多一點 因為妳錦輝流 妳第二個壓我 妳壓七OK 可是妳壓我 妳也沒講為什麼 就是妳沒有講說 妳有講嗎 我沒有太聽到妳說為什麼 所以我會再聽一次 然後妳的疏失妳自己承擔 過 兩個藝人家我都沒有很喜歡 因為 妳不喜歡臉子少女 妳亂講 我想講一下原因 因為九號沒有報 他的那個警徽流 一個警長沒有報警徽流 我就認不太像 然後二號是他說 他本來想驗一跟十 然後因為十的夜掛所以 因為九的夜掛所以驗九 他說不是大家都帶面具嗎 你怎麼有看到九的夜掛 很奇怪 那你想驗一跟十 那你就往一跟十驗 所以我覺得兩個警長我都 兩個院長我都認不下 所以我剛剛是氣票 我想說我們這個 就是 就是 就再聽一輪 然後我想說大家也可能 因為兩個真的都沒有很好 然後我真的也分不太出來 然後我以為大家也會跟我一樣氣票 所以想說 那九比較好的點 是因為我覺得他的心路歷史很好 因為我是 我是銘牌的時候看七號的 就是臉很臭什麼 所以他查七 我覺得那個歷程是滿好的 加上他剛剛九號演技派演那個 沒有發 錦輝友的時候演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兩邊比起來的話 真的九號一點 但是兩個都有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還要再聽一下 然後十號我覺得是好人的點 是因為他還說 你怎麼不先讓你的茶莎 報身分什麼什麼 我覺得很像好人的發言 十號應該還可以 對 然後八號我覺得滿好的點 是因為他也有跟我一起說 九號你怎麼沒有錦輝流什麼 我覺得他的 白天的狀態是好的 是好人的那個狀態 所以八跟十我覺得偏好 然後七真的有可能是茶莎 我覺得 一時的想法有一點 本末倒置 就是你們說 你們說被他感染到的 被九號感染到的 是因為九號他沒有發 錦輝流的那個的時候 然後我忘記了 那個反應很真實 可是今天你一個 爭議員家起來 錦輝流這就是 有錦輝的情況下 就是必報的情況下吧 怎麼會他沒有發錦輝流 然後他的那個反應很好 變成一個 你們給他加分的點 這個點你們就想得就很奇怪了 再來我講一下 我覺得十號在我這邊 剛剛聽完他 我覺得他講得還不錯 是因為他問我 他講到了一個 我為什麼 壓七OK 壓十 但其實我剛剛有講 為什麼壓十是因為 我一開始名牌的時候 我說一十 我想一十驗 對 本來想要驗十號 十號是因為後面的時候 他有一隻往九號那邊看一下 所以我想驗十 那後來改驗九的時候呢 我本來就是看了一圈 我覺得九夜掛特別重 我覺得戴面具歸戴面具 但是我看到的東西就是 我看到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九號就是 然後再來 我要再重申一次 就是 你們一號十號 你們講的那個點 他做了一件錯的事情 然後呢 你們去說 因為做了事情 然後你的一個 給我的反應是 態度是良好的 所以你相信他 不是這樣 這樣是不 不是這樣去盤啊 應該是盤喔 你沒 你就沒有做這件事情 一個真的 警長局 一人家怎麼可能 會沒有做這件事情 我一開始 第一輪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點 不用特別拿出來擋 那既然警匯現在在他手上 我必須把這個東西講出來 這就是一個 很鐵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 他就不是 真的那個 所以他忘了報警徽留 這是很大很大的一個點吧 這點夠大了吧 他也沒說要驗誰什麼的 然後再來排一下 三四五十 三四五十 四號剛才講過了嘛 四號牌其實他剛才在投票的時候 他一直給我一種 他看著我 想看我到底是真是假 他可能是那個真的 比較分不出來的那個人 所以四號牌我這邊可以 暫時先放下他 然後三跟五 嗯... 我覺得三號牌認不到我 就是他有一個沒有報警徽留 這麼大一個失誤 然後你認不到我 我就覺得 你的配置這邊我會覺得 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現在三號這邊 我會想要把你錄第一警徽留 然後五號牌 嗯... 五號牌 好吧 嗯... 認錯我就... 再看看囉 他超不尊重的 對... 對... 對 反正我警徽留 因為我沒有警徽嘛 但是... 我還是得先驗啦 我想要先驗三號 然後... 再驗個這個五號牌好不好 我跟你講二號前面講的真的蠻好 你警下發言我... 剛剛有一點微想戰變 但你後面那一串 我可能... 又再回頭往九號站 我先跟你講為什麼 我會上給九號的點 是因為... 他的... 驗人的心路歷程對我來說比較真實 因為... 你的心路歷程你講得很好 你也有講警徽留 九號就真的沒講警徽留 但他最後那個... 然後我說... 不是 因為我已經很會這種 你知道 煽動的情緒 我知道你都有講 你什麼都做到了 但很像設計好的 我覺得有點像設計好的 因為他... 他講話已經... 就是平穩 然後剛剛下面景下的表情 又一直結巴 他... 而且... 好緊張 然後跳過我 他說我跟三跟四跟五 五都做了一樣的事情 很猶豫... 很猶豫... 然後跳到九 然後我覺得四那個 好像真的猶豫 三的配置不行 你保四耶 我覺得你保四這個點的理由 超奇怪 然後五頭三 五頭九 你說... 再看看 然後你為什麼可以放掉 看看 但我覺得十跟一 真的都還滿好的 十跟一都還滿好 所以我狼根可能 四 五 六 七 開 然後二 九 開一支 四 五 六 七 開 因為我覺得八真的滿好的 因為一號剛好點到一個說 你那個警徽留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四 五 六 七 開兩支 二 九 開一支 四 五 六 七 著重四 因為三 二保你了 我先聽一下死過 為什麼二保我 我就可以 我覺得三不好 但是我要先講 我為什麼剛剛二九 就是二說 我在猶豫這一點 其實我剛剛是跟一 就是一樣是 原本不想投的 因為我覺得二跟九 都有一點讓我覺得不好的地方 但我最後還是投的原因 是因為我看 我想了一下 原本在看掛像的時候 二號看完牌之後 就是一直在刷 然後因為我想 我當藝人家的時候 我只要看我是藝人家 我一定是趕快看大家 等一下要驗誰的 可是我那時候看到二號是 他沒有在找人 他那時候是一直在看 某一處 然後耍帥 所以我想說 如果他是藝人家 不太可能這樣 應該會是想要看 要驗誰啊 然後但是九號那時候 就像他們兩個講 他們那時候是有對看的 然後而且九號是有 也有跟我對到演 然後他也有在就是 查看其他人的表情 所以我覺得 等一下是我要驗誰 所以我才會最後投了九號 因為我覺得他 那二號保了我 結果三號就踩我 我就會覺得 所以我自己會 我也是小小踩三號 但是我目前我覺得一號 是偏好 因為他剛才發言 其實跟我的觀念都滿類似 然後再來是他最後是沒有投 我覺得如果他是 那個什麼 警下的狼隊友 他其實可以衝票 所以我覺得一號是 比較跟我一樣是 原本是不想投 所以我覺得 一號應該是 好人 過 好 我信九 名牌是 那我覺得 就像四號講的 然後七也是 然後再來是這個六 六就是很篤定的看著我 我是想要聽你發言 我沒有還 沒有幫你錄欄看 可是我覺得 二七感覺像 就是身分牌 那他們現在跳 我會姓偉晶的原因是因為 就像你們前面講的 他的反應真的很正 他忘記講錦輝六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錦輝六可以再聽 就是聽 他等一下要怎麼驗 我還可以決定 我 我們還是可以有回頭的機會 對不對 就姓錯的話 所以我目前還是 原因 比較大的原因是因為 二跟七的掛項 我覺得很重 那我覺得 四對三的敵意有點太大 就是三 他其實是講說 四五六七開兩隻 他沒有特別重的去打你 所以我覺得你 你對三的敵意大到 你很像一隻狼狽抓到 我覺得四還是要進坑 我覺得四感覺要進坑耶 就是 我覺得三發言表 發言滿好的 對 然後 一時的話 都很癮的感覺 是… 殭屍要玩癮 是… 後面再拍 頭好痛喔 頭好痛喔 可是九沒有抱那個 但我現在說 我覺得十跟一非常好耶 十跟一非常好耶 我就在我這邊看了 那個九 九 那個偽禁玩都上千場上萬場 會…會犯這種 不抱這個查驗流的這個錯誤嗎 會不會是只顧著 戲劇 只顧著情緒 是 忘了 忘了其他的東西會不會 只顧著那個演技會嗎 可是也很真誠耶 可是 可是毛俊也很真誠耶 天啊 十跟一很好耶 我的天啊 頭好痛喔 你會改人 對 對 對 但是我真的被感染了 但我真的被感染了 怎麼嚇 叫什麼好嚇的 對 九跟二我可能還是會 比較信二耶 因為他剛剛講的很像 教官一般的言論 他說 他說為什麼 這個錯了的東西 然後 因為他表現得很真誠 好像這個錯就沒發生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好像 我突然還在上課 你知道嗎 突然 有那個教官的口吻 我覺得 所以我可能 還是會 偏向二這邊 那個我就三 三會不會是二說要驗三 然後三就 就緊張 然後劈啪啪啪啪 狂攻這樣子 就是 可能 我這樣想啊 但我講也不一定對 對 我個人的小小想法 對 那這邊是鐵好了 過了 我個人作為娛樂百分百的 忠實觀眾 一直以來我都非常喜歡 聽九號的發言 在每一場 有一些玩家 可能我會有點小小的 就是快轉一下下 我自己的發言的時候 我都會快轉一下下 九號我是會原封不動的 聽完的 記得呢 他在曾經的這個發言裡面 有講過 你容忍不了別人 你卻容忍得了自己 然後你說 你跟十號 我們都是護司 好友護司 相愛相殺 大家看你了 我往六七這邊來奔 我驗一個七隻我茶沙 想要來一點新的 再來 你把警徽往那邊 你是要我這個 你的茶沙幫你歸票是嗎 來 我幫你歸 嚇自己 嚇自己 我是 我是好人好不好 我覺得 他沒有留警徽留 然後 對 他沒有留警徽留 這一點就已經很該死了 然後你們認得到他 三四五 十認得到他 三這個很資深 喜歡聊鬼故事的高端玩家 總是會 一直在發言裡面抓毛病 這種技術上的失誤 你通常也是不能忍受的 你居然信他剛剛那一批 我忘了警徽留的 你對他的包容度我也是 嚇了一大跳耶 所以 你有像沒嘴喔 對 我可以喔 我換個不同的方式 要挑白一點那種感覺 三、九都入我的狼坑 然後一跟十的話 我覺得 一比較不好 一前面的那個氣泡行為 對 明確感覺到 你覺得兩個 欲你覺得都沒有很好的點 氣泡這個行為 你講了我就OK 但後面 你全部是踩著一個 模糊不定的態度 就是 我認不出來 我認不出來 但是我姓九 所以我覺得 一、三、九 是我這邊最不好的 然後五呢 像是一個很暈的好人 四跟六 四、五、六這邊 我覺得四、四不出 雖然你們上錯 四、五雖然上錯票 可是我覺得 那個聽起來 剛聽發言起來 我覺得還OK 三真的滿肥的 因為它有點 立晚狂瀾 我講哪裡 哪個字 立王 我很注意 立晚 立晚狂瀾 在舊隊友 立晚狂瀾 是立晚嗎 對啊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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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族不在我們都可以 好不好 三、九 三很像舊隊友 而且還說什麼二的發言 感覺很像是設計過的 哈囉 我才是那個被設計的人好嗎 什麼被設計過的 三、九雙狼 然後我覺得 大家是上對票的牌 所以還沒聽你發言 但是就上對票這件事情 沒有作匪事 我先小小的放一下 然後我是真的好人 鐵戰二號邊 到底 今天我幫九號歸票出九 謝謝,過 原本在七號還沒有發言之前 我還是很難選擇 因為我覺得雖然韋晶的反應很真實 可是她是可以做到這樣的反應的 就算她是狼 她還是可以演出這一篇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又覺得 我已經... 因為我覺得七號 某一天的某一場 她已經很可憐了 在查她啊 九號又查她 她是想把七號逼到什麼絕境啊 所以我覺得很不合理 然後加上她又沒有劉錦輝 然後我又覺得她那個反應很戲 很像她可以做到的 所以就因為這樣 然後我去信了二號 可是七號已經發言完之後 不好意思 我直接站九號邊 因為你打一號 你不可能 我覺得一號是鐵好人 因為艾莉娜是一個講求收益的玩家 她不可能在警長局的時候氣票 是絕對不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她氣票她應該是鐵好人 所以你去打到一號這張牌 我覺得很奇怪 然後前面我還有覺得一個很奇怪的牌 是五號牌 五號你把四號打進坑的原因 我沒有很... 我覺得很像硬擠的 就是很像坑位很擠 然後你現在一定要放一個人進來 然後你把四號放進去 那六號對你來說是什麼 就是 還有我 就是 我覺得聽起來 你把四號放進來 可能有點擠 所以 目前聽起來 我如果站回九邊的話 我覺得可能是 對 融三 因為我覺得二號確實也有可能 跟三號玩一個套路 假如說二號是狼的話 對 所以三號是一個 融很融的那一種 對 那就再聽一次九號吧 過 好 來 我真的很抱歉 先說真的 我玩上百萬場 但是我真的 就是會犯這種低級錯誤 我先講為什麼我剛剛會忘記 因為 我晚上就在想 那我其他等一下緊會聊到驗誰 可是我一起聲 這麼明瞭 一個汗跳 跟一個我的叉叉 所以我很急著要跟大家講說 兩隻出來了 然後怎樣怎樣 這件事情 我太High了 我High到一個就是 然後記得 好 講名牌 掰掰 就已經忘記要報警 會有這件事 因為我真的很少上警 我上警要不就喊跳 我真的忘記 那 你們就說什麼 你那個表情很真誠 就是 究竟是真的啊 如果是假的 你不是看得出來嗎 不是合理嗎 你不是最會看我這種尬假眼嗎 所以 好不好 豆豆是認證 好 這是講情緒 好 再來講邏輯 為什麼我要從你這邊 因為剛剛呢 我真的 我忘記看那個票型 那為什麼我不往這邊 是因為 八號 在那時候我還沒 我要過的時候 他就變 所以那時候 我在往這邊的時候 我想說 剛剛八號這個反應滿好的 我想 因為我前面是迷你掛像 有一點不確定的 所以我想說 沒關係 先讓你發言 我也想先聽你講 所以我才會先往你這邊 但是因為我後來看一下 對 他其實又是上票給我的 那為什麼我最後 我先講我拿不起這張警徽 是因為 我忘記報警徽留之後 我就講我今天跳雜了 因為我毀了 因為就是沒有報警徽 就是一個很慘 很慘的低階的 超級大錯誤 我想說 好 沒關係 我等一下沒拿到警徽之後 我警嚇再想辦法撈回來 結果沒想到 大家還相信我 因為這個 我的真誠情緒相信我 我真的有點抱歉 網友可能會看得很生氣 想說 怎麼這樣子 他就叫那麼爛還贏 所以我就說 我拿不起這個警徽 對 但因為我還是拿到的 我沒有辦法 因為規則沒有說 警徽可選擇不拿 如果今天他會選擇 你不要拿 你不要拿 你不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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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了五七七耶 我想說我警徽 我都忘記留了怎麼辦 好 二七雙老 我現在的警徽留 我剛剛前面 我覺得八號滿好的 我現在最擔憂的 有三位玩家 三位 好 七號你就不用講 因為講半天沒拍身分 這夠明顯的查詐了吧 有三位我很 很 就是我在想 我那個警徽 要怎麼跑的 三五十 但十在三五後面 十是因為 二號本來一開始 有閩十的掛項還是什麼的 可是他最後保你 但十你是一張 上給我票的牌 他就選擇保了你 我就覺得 好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子 應該要對十 但是因為十錶完水之後 你確保了十 但我在想 因為痘痘如果是 尋謀菌的隊的話 他如果是狼的話 他應該不會去做一個 勾牌吧 因為這個剛剛的狀況下 其實 就上給自己的狼隊就好啦 你的狼隊有抱警徽留 我的發言就是比較差 你何必先勾來我這邊 所以痘痘有稍微 拋開我一點點 然後加上他很用力的 怼我的這個警徽的方向 我就覺得他可能會這樣 稍微出去一點點 再來我就很著重看 徐摩菌會踩誰保誰 因為我覺得 他們現在兩郎已經裸露 所以他必須打一點操作去 讓大家混亂一點 所以我在想 他今天保的人 到底是真的保還是假的保 他今天踩的人到底是真的踩 還是假的踩 所以他剛剛踩了三 蠻大踩的 就是踩三的 配置的那個東西 就是說 有三的配置怎麼可能站到我那邊 什麼什麼什麼 我還覺得 這個三好像有可能是 他操作了一張牌 他那時候保四 我還想說 四一定不是 四一定不是狼隊 他不一定 他保的應該就是 真的保 踩的才是狼 可是因為到後面 連七號你的狼隊友 也在踩大踩 著重先輸出這個三的時候 我就覺得 因為 因為 三號突然變得很像扛推牌 加上你後面來補進來 亂踩的這個一跟五 一 一氣票 一氣票 我覺得 這比 這完全不是好的 狼人的舉動 因為狼人是可以衝票的 艾莉兒 這種衝票玩家 怎麼可能不玩 他在那邊 氣票 氣票 所以你把它打進去 很明顯在亂打 然後你配了這個五 超明顯在亂打坑的 然後加上我剛剛想到 先三後五 所以我就覺得 這三五五裡面 我覺得可能會出 我是這樣盤的 那六為什麼 沒有講到六是因為 我覺得上票給我的 因為他們是用邏輯戰編 雖然孫生剛剛就猶豫很久 可是他最後還是覺得 因為他就是講得比較對 所以他用邏輯戰編 我覺得孫生那個發言 沒什麼大bug 我覺得上票給我對的人 上票給他對的人 是很OK的 加上八號剛剛盤的東西 我就覺得 他好像是我真的默認 不小心默認到 真的那個好人 因為他很貼心的在提醒 我說幾塊了幾塊了 什麼之類的 然後加上他最後盤的 也都跟我差不多 很合理 打七了點都打到點上 打我查殺的點 所以我等一下錦輝流 比較想要 三是我想要摸清楚 他到底是一張扛推牌 還是 是一張他們在做身分的狼牌 因為我真的有點GAP不到 兩隻狼都打他 那五就是我覺得 比較像是七號 後來硬擺進來的一個位子 他打一跟五 所以我想要先三 後五 然後我們先 不是 出掉 他說我查殺 出掉 你看好多錯 出掉七號 然後晚上煮循謀 或 過 請大家進行抽票 你走開 3、2、1 請抽票 一波 七號 淘汰請去淘汰區 請發表 藍根想要打三八九 八號 八號本來第一輪的時候上對票 然後後來因為我講了一號 對一號這個定義 我的確沒有你了解一號玩家的操作方式 所以你講了我也懂了 OK 他是一個講求效益的玩家 所以他不管作為藍或好人 他不會去做這個氣票的動作 可是他真的認不出來 我大概懂這個感覺了 但是你因為這個幫我重踩 然後去淹滅掉 就是九號的一些失誤 所以我覺得 那就是很明顯你在坐在這個位置 而且以位置來看 先往那邊去 那如果作為隊友的話 你在這邊幫他再去做一個最後號票 也是一個位置上合理的 然後 然後就九號 九號就一直在那邊說什麼 我把應把義務擺進去 我有說因為我還沒有聽八發言的時候 我必須從前沒有聽過的先去排除 然後我覺得 因為五號把四也踩得很重嘛 然後 所以我覺得 我認四是好 所以我覺得五就不太好 因為他就是有想要扛推他的感覺 所以一我剛剛也講了 所以 我把這位置排出來 你說我是硬排 所以我… 對 你說我不拍身分嗎 我現在拍我是平民 所以我應該更早一輪拍力度會更大嗎 因為我認為 這是三民三神的局 那 那 對 好 反正我是米 那 你們都站後邊了 錦佑 八號 開始分 所以三號是 精髓 三號是精髓 那我狼坑還是 等一下喔 十號死了 你還活著 所以他們可能是 可能是圖明 對 所以剛剛我跟 五六八十被感染 對 所以五六八十不處 沒有僵屍 然後 所以僵屍出在 對 僵屍出在一三四 所以 如果要找僵屍的話 可以從一三四找 然後 那我的狼坑可能 還是一樣是 二五七 對 四號 可能我覺得四五可能 就是開容錯吧 就再聽一次 但是以上一輪的發言來說 我覺得 確實像九號講的 二號保四號那個 很像 所以 發言來說的話 我是覺得四號比五號好的 然後六號是 狀態很好 六號是狀態很好 所以 而且 他第一輪跟我一起被感染 我不知道他起來 就是晚上我們一起相認的時候 我其實是有點用那個狀態 再覺得六號是好 滿好的這樣子 所以六號我可能會放在 那比四五還要在稍微後面一點的位置 一啊 一八真的滿好的 一八很好嘛 對 一八很好 三四 所以這個 這個 是不是... 他是不是可以找僵屍啦 他找僵屍啊 他找 四五三 如果好的話 三四五有鬼啦 三四五有鬼 因為二就是一個壞人的話 那三其實 就是... 好了不要拖節目時間 趕快過吧 過 怎麼會搶在那邊 最差 怎樣 我覺得六很有可能是狼 因為 好 你覺得四 我是以我的視角 你覺得四是好人 你覺得四五開一狼 那三現在是金水 我知道我自己底牌是好人 只剩六啦 因為我覺得一像 僵屍 我自己這樣覺得 就是 我會覺得他像僵屍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 他的氣票這個抉擇 他在想說 他要去站哪一邊的預言家 會讓他可以感染到比較多人 所以他再去後面站 他再去選 除非 你驗到的精髓 是僵屍 對吧 因為預言家採到僵屍是精髓嘛 那...可能還要再聽一下 但... 那... 現在六也說你像好人 四你覺得是好人 你覺得我們兩個開一支 我知道我是好人牌 那我... 我如果假設我們兩個先拔掉 那我覺得只剩他 我是... 因為剛剛一號不是他都沒有上票嗎 然後我剛剛是覺得 剛剛大家都很認真在找狼 只有一號算是他的發言 都比較溫溫的 然後因為三號剛剛是狂拆我 所以... 我覺得 因為他像是精髓 所以我覺得他是很認真在找狼的 然後... 剛剛踩我這只有三跟五 所以我覺得要嘛 五... 五應該不是僵屍 五... 我自己覺得你有可能是狼 因為你剛剛踩我 所以我原本的狼可能有把五號放進去 但是因為現在又是僵屍的人 所以我現在要先從僵屍裡面找 九是預言家 所以不能放在裡面 一、三、四我知道我自己 不是僵屍牌 所以...就是三 一跟三 然後因為一跟他所有的行為 都很像是僵屍的行為 就是他其實沒有積極的 在做好事 就是沒有在幫我們找狼 然後因為現在九號是說三精髓的話 其實也不知道狼坑在哪 如果一號等一下發言偏好 我可能會痛 因為沒有狼坑的 所以... 因為兩個狼出去 只剩一個狼 八號... 八號我動不了 所以八號剛剛發言 完全是跟我的想法一樣 尤其是他剛剛講到九號為什麼 第一局會厭七 跟我想要一樣 因為...就是... 因為想要多給他一點遊戲體驗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 對 八號完全是跟我好人的思維 所以八號放下 然後剛剛主要在扛推我的三五 三已經是精髓了 所以五號就很危險 但也像五號講的 其實六號 但我覺得現在就是 我還是會主要聽一號發言 我覺得現在僵屍好像比較重要 不然我們好人也沒辦法贏啊 因為僵屍 晚上再感染兩個就來不及我 過 幫我贏精髓嘛 女巫牌... 女巫牌 我的贏水是八號 所以從第一天我就覺得八號 是蠻好的 然後... 因為我是精髓嘛 女巫牌 那...因為現在剩五、六... 五、六、八十是被感染的喔 那我覺得四號牌 從第一天... 因為我覺得僵屍牌要打蠻贏的 所以... 四號牌第一天大踩我三號牌 我認為這個發言 不太像是一張僵屍牌 因為僵屍牌必須要勾到最深 因為沒位子的 因為這邊都是感染過 因為九號預言家 不可能是僵屍了嘛 那僵屍坑就是剩一跟四 那我覺得四號牌的發言 如果好人信我的話 這把出一 因為我覺得一是好人 你是鐵好人沒錯 因為... 因為這邊被感染啦 所以這邊不太可能嘛 那九號是預言家 我女巫牌 那只能一四一僵屍啊 那我覺得四號... 如果他身為僵屍 你很衝耶 很衝得這樣 你是喪屍 對 他偏喪... 如果他真的這樣是喪屍款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你們信我 我定票出一 但是我想講 因為我是我的圖案 但我想跟大家說 如果... 九號下一天沒死 我可能需要回個頭 如果還來得及的話 因為... 如果嘛 因為... 因為九號 你都不死了 讓他放任的查嗎 因為他在報身分 其實廠上身分都滿了耶 我就覺得... 不殺他的笑意在哪邊 你說... 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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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明圖實嗎 圖實 圖明 實 因為狼是刀屍喔 因為我是讀二的 所以狼是刀屍號也害 刀屍我是覺得很怪啦 沒關係 如果初一 如果不是僵屍 我扛過 我覺得狼屍是六號牌 因為 剛剛從第一輪的 上票的時候 不是六七八 是上給這張二號的嗎 我覺得很像是 因為九的疏失 所以狼隊要衝的感覺 然後 漆出去就是狼一隻嘛 其實我覺得有點容錯 這張八號 雖然八號現在是飲水 但是我覺得八號這一輪 這輪的發言 就是上一輪跟這一輪的發言 都有點 就是不知道什麼 給我感覺攻擊性很強 然後就沒有 就是 我覺得語庭會有 彈性感 但是 性感 我還是有 性感還是行 他這輪的發言就很硬 所以我覺得有可能 有可能八是容錯牌 然後 四刀的狼也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六 比較像的原因是 六 六比較像的原因是 因為他剛剛是鐵站二 一點空間都不給九 然後等一下可能會歸六 那 殭屍的部分 因為三號已經拍女巫了 所以 我不是殭屍 所以四號一定是殭屍拍 那 輪次來說的話 好 假設我們投一個狼出去 還有三跟九跟五 還沒有被 還有三跟九跟五 還沒有被感染 那 輪次還夠 因為 因為狼如果要不讓殭屍贏的話 他也不會去刀一三九嘛 他會往被感染過的人刀 所以我覺得可以先投狼 那遊戲覺得說的話殭屍也不會獲勝 然後假設說 如果再一晚 因為狼隊不想讓殭屍贏的話 他不可能會感染到一三九 他一定會 他不可能會刀一三九 這樣的話 就是狼隊 殭屍就很好去感染其他兩個人 所以 我覺得輪次夠的情況下 可以先找一隻狼 然後 狼隊也不要讓殭屍贏的話 不要去刀到一三九 對 這是我的推測 那四就是那張殭屍拍 那等一下就看 他有沒有就是在感染到兩個 就是兩個隊的人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輪次來說的話 狼是顯得 你們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假設說 我們這一局 投一隻狼出去嘛 那狼隊跟好人合作 不要讓殭屍贏的話 不要去刀到一三九 那代表說 就即便殭屍有兩個感染功能的話 他也不會去 他也不會直接在下一晚贏 OK吧 懂意思 懂意思嗎 不懂 不懂 就是假設四好 四是殭屍牌 狼隊不要刀到一三 因為剩一三十沒有被感染嘛 所以他如果選一三九被刀掉的話 殭屍就獲勝了 所以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輪的輪次 是頭九沒有問題 對 講錯 頭六沒有問題 對 夠 然後如果六是狼的話 我們直接遊戲結束了 夠 我覺得 一號這樣子好像 他好像想擺脫自己殭屍嫌疑 因為我剛剛有在想到這件事情 如果一號待會兒推 他是推直接推四的話 那他一定鐵殭屍 但是他這一局是推六喔 六是已經被感染過的人喔 所以他如果剩下三四九 因為我們三四九還沒被感染嘛 如果剩下我們三個 他下一晚也還不能贏 可是他可以先推一個 因為他要讓自己贏的話 他推狼出去遊戲就結束啦 所以他剛剛講的不合理 就是我們推到一隻狼出去 我再怎樣怎樣怎樣 都沒有啊 可是因為推狼出去 這樣就已經兩狼二七了 你推一個六號 如果真的是狼出去 那遊戲就結束啦 所以我覺得一號 好像不小心把那個 殭屍的邏輯了爆了 他是真的殭屍 然後他想先推一個沒用的人來 來挽回他不是殭屍的那感覺 因為其實有點馬後炮 第一輪他在氣票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比較偏殭屍 是因為 剛剛前面我才講到 就是殭屍要先打平衡 就是他可能先不站邊 所以我現在目前的視野裡面 我是覺得 六號一直被推那出去 八號銀水出去 四號我上一輪已經爆他 我也覺得他不像那隻狼 三號就像我是我查的精水 五號 我現在是覺得 不然我們先把殭屍出出去 反正我覺得他的發言裡面 這一輪也滿多BUG的 他也有機會是那隻狼 然後我查五 我是歸殭屍啦 對啊 反正 狼應該刀不完 一五 刀得完嗎 等一下我一直算錯嗎 兩狼走了 一個人走 哪刀得完啊 女巫啊 他說我查殭屍 真女巫啊 哪刀得完啊 不要亂講的話亂數 一五 歸一啦 不爽的可以歸五 請大家進行投票 一五分票隨便喔 我剛剛算過了 我好像一吃吧 三二二 一一請投票 一號 淘汰請去淘汰區 一號 一號 二號 然後 一號 一號 二號 一號 二號 一號 一號 你要說不要的 你要讀誰呢 選擇你要查驗的對象是 選擇你要感染的對象 感染者是真言 1、2、1… 等一下 王偉銜 他好多忙 兩人馬上動了 我的天啊 我真的拿不起 又來了 又來了 你剛剛就是這樣 沒有了 你沒有說能拿 會不會有拿就是要拿 對 就是要拿 還有我有自自知名 我是喝酒拿不起 好的 好的 想看更多大家討論 請記得訂閱娛樂百分百的 官方YouTube 阿烏龍蝦 下次見 因為我們兩個是狼 我們確定知道他是殭屍 我確定他是殭屍 對 因為我們兩個是殭屍 然後你是隊友跟殭屍 你是狼 九是狼 但是 他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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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九是狼 對 對啦 沒關係 我自觀音樂賽之後 已經沒人再相信過我了 而且其實我們狼刀超不合理的 這樣沒有人要回頭 沒有 我剛剛就有點驚訝 因為刀死了 因為如果我是真玉 你一定刀我 沒有沒有 不一定 不一定嗎 怎麼會刀到死 因為看女巫灑毒啊 喔 因為有可能會看女巫灑毒作葬 女巫灑毒再刀一個像神的 就是看死法 下一天再把你刀刀刀就可以 然後女巫毒我的時候 我就覺得應該也是沒有 大家沒有要回頭打算 OK 你看真誠很難 所以真的以後沒有報警 我們視野剛好太清楚了啦 三個好清楚 對 我以為你是殭屍 然後金水 然後穿我一耶 但不是狼 也沒關係啊 因為他不是狼 因為你信我 所以你覺得他在降屍場 我會擦他是狼的 就是第二天擦 太可怕了 然後直接被撲 我要賭 你要是跟我們一起耶 很開心 因為剛剛 反正誰出去都贏啊 對啊 因為我們三個都贏了 應該是一定贏了 對 如果輸到139 我們會輸 輸到139會輸 對 輸到139 因為你可以再染兩個人 你再染兩個人 如果剛票是我們鐵輸 可是不可能票 因為我們兩個都知道 對啦 我們視角是確定一 一樣的 確定 這一定是一出去 可是為什麼大家都站到 對 為什麼大家都站到 對 為什麼大家站到我邊 因為他們的情緒 你那個情緒都要知道 我是 我是渾然天寵 你反正我怎麼會這樣 我是真的沒爆啊 就是我今天是假跳遇人家 但我真的沒爆 對 而且我在錦上的時候 還想說 這個錦輝應該拿定 我還不想打他那邊 我想說你拿定了 對 我本來想說 我在錦上想說 應該差不多 應該就不用再去打他這個點 說沒爆錦輸了吧 然後就 哇 大家投給他 我想說 因為我想說 算了我沒爆也剛好 反正我黑狼王 我出去沒差 我上 等一下 我上偉巾好像拿拍子這樣偷笑一下 太真了 我們執行直衝幫你把它頂 對 謝謝 因為其實二都聊得蠻好的 差一片好險 二都聊蠻好的 我們一直也說 不是 沒有 我在 沒有 我在那之後 我在那之後已經沒有人要生 我只要一跳生分出來 不然我是按拍還是什麼的 我只要有講說 我是平民以外的東西 我都數 沒有 你想 其實好人是投你的 是我們兩個老人投他 對 不然你是站到好人 而且你聊得很好 所以我才很為難 因為我覺得他聊得這麼好玩 一投一個酒 對 我也是一投 結果我們兩個是一口同聲說 好棒 然後投酒 大家為了票第二 那個 投票直接全部票他 沒辦法 因為他沒有拍生分 對 其他沒拍人 對 他沒拍人 沒有 他只要拍有可能會有 對 因為我有檢討這件事情 沒有 查查一定要先拍 什麼事 孫生從頭到尾戰隊便利 對 他投到尾戰隊便利 他超驚喜 從頭到尾 不是 孫生很會看人 你怎麼了 不是 因為他就是 我叫官 正希 是邏輯戰編 可是他後面太那個 他說什麼 後面他太迷惑了 很可能不拿警惠 我就不拿了 對 他還講錯話 他講這麼多事 他不是內心講 他講一個這麼情侶 他也是很會的 有情侶 我有情侶 我想說 有情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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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侶是要對誰說 你不投完就誰說 對 我後面就信侶 對 我後面就信侶 我不知道就是情侶 我沒有拿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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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沒有拿警惠 但我想知道 你不要 柯桃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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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要盤到的 就是死掉的時候就應該 沒有 我告訴你 晚上 我說我要發誰殺殺 他們說你 超可憐 小賴章話就已經是狼人 不是不久前 他在那邊接一個嗎 我完全不怪你們 好可憐 因為最耳的是他 超爆耳 因為他最耳 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我有情感結片 等一下 我講得對 我說身後你的配置 你這樣說你就是狼 他最耳 因為狼你操作 你發我 他一直用一種 關心的口氣來看我 我跟你說 我要講一件事情 關心的口氣 關心的口氣 當語庭他在說 我跟他站回酒邊 怎樣怎樣的時候 然後我開始在寫筆記想說 我如果 我等一下出去 我要講什麼東西的時候 小賴還這樣子 你不要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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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走心 你不會走心 我還那麼 剛才在跟我講話 我等一下就會練你 不是啦 你們連秋華都會演 我本來還在想 我要不要改驗 不要聽他 因為我想說我查你很假 可是我想說算了 反正我黑狼王 我就是假 你知道我要你查他嗎 因為我每玩一圈 他最有掛下 真的真的 真的假的 所以我查他是因為 他比較好被採 你真的是明明而已 沒有 是因為他比較有掛下 他真的有掛下嗎 真的有掛下 我沒看到 所以我現在下節目就是補肉毒 我再也不會有掛下 沒有 不是肉毒 是因為你開完牌你很凝重 不是我決定之前 我想問你這個問題 你說 因為我想知道殭屍視角 你那時候真的是覺得 他是狼才要推他嗎 還是不是 不是我想說 就是在 我講這個好像滿好的 那你以為是 你覺得是誰 你本來以為誰是狼 狼嗎 我是站你邊的 然後狼我覺得就是六 你也是六 所以你的四老是跟我一樣嗎 沒有嗎 那樣是真飲水 真飲水 那是飲水 那時候要不要我跳女舞 其實我想說要不要跳女舞 我是飲水 剛剛想說我該講的都講 可是我看女舞 你會覺得我很好 沒有 你會覺得不可以 我是她很輕微 我已經獨特了 這時候我看人家 你就是你們兩個 我會覺得你很輕微 沒有 她都看過 我該也很認真 對 沒有 這樣是真的很好 沒有 這樣是真的很好 但是我們大家還是要來 票選MVP 五票當選 OK 按讚 訂閱 鈴鐺 開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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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 開了嗎 開了沒 開了